我是阿堅,阿堅是我,阿堅TV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堅的这个Podcast的系列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最近呢,我们就在这个Facebook上呢,就有这个排行榜 所谓的排行榜呢,就是标榜说是国际美食网站评选马来西亚最难吃的食物 十个马来西亚最难吃的食物 OK,然后呢,这个美食网站呢,是叫做Taste Atlas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有听过吗 你有听过吗,我没有听过,但是好像有听过他们 之前呢,之前那些好吃的啊,什么世界最好的 都是有这一个公布的啦,他现在呢,他就公布了一个2023年全球 100百大难吃的食物排行榜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食物呢,虽然没有进入这个百大的排行里面啦 但是呢,他也公布了大马最难吃的食物,前10名 OK,所以呢,这前10名有一些什么食物呢 你有看过这个这样子的包包吗,没有没有看过 没有啦,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啊 OK,我们就直接的进入这个主题 这个国际美食网站评选马来西亚十大最难吃的食物当中呢 排名第10的就是这一个 水蚊 水蚊 我觉得很好笑耶,水蚊很难吃吗 我不知道耶,我个人我还蛮喜欢的耶 特别是配上罗杖这样的水蚊是最好吃的 而且那个水分很多啊 也是蛮清甜啊 因为他的这个评分满分是5分 他拿到3.6分 但是他讲哦,你看啊 他讲说这个是 AI评分的哦 哦,他是使用人工智能来确定和验证 哦,没有,就是说 这个评分是人评的 然后他们又用AI来验证说 这些评分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 所以他得出的这个 3.6分也算是蛮高的嘛 那你要怎样 喂,3.6分有1,2,3,4,4颗 4颗,4颗 没有没有没有 他的这个3.6分的意思是说 最难吃 他得分是3.6的嘛 5分是满分的话他3.6 就是说 你确定是这样子评吗 应该是这样嘛 所以说满分 最难吃满分是5分 但是如果 如果他的分数是拿到2.6分的话 到底他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 就是说 如果说他的分数越低了 应该是就越好吃咯 没有,因为他现在是排名的第10 不好吃嘛 定义的分数我已经看了是2.5 多这样子 哦,是啊 所以表示说满分好吃是5分 哦,这样子啊 应该是这样子啊 如果我们错的话 这样3.6已经说是很高了哦 记得留言给我们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水温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如果给我的话啦 我应该会放榴莲 没有没有没有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吃榴莲 他讲说我们的食物 其实没有进入百大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呢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啊 综合出来10 没有 因为他已经说了 这是 它丰富了 这是 马来西亚当中最难吃的 10种食物 还有人这样吃啊 10种食物 最排名的食物 我不觉得是 我也不觉得是 反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第九咧 第九真的是 让我觉得有点意外耶 Mastikanda 这个是我们 天天都在 就是常常都会在吃的东西 很多时候啊 对啊 都会去 吃的东西 你 还是没吃到它不好吃的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一个月会吃多少次的呢 现在已经不吃了 以前 读书的时候 几乎每一天 都会去 饮茶的 就是去泡 但是你这样吃的话呢 通常 也是会吃啦 但是Mastikanda的话 就偶尔也 偶尔吃咯 通常是吃米国人比较多啦 对 它现在讲的是Mastikanda 但是Mastikanda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特别是它的酱汁 它的酱汁你吃 吃了过后 第二天第三天 会让你还想再去吃的 Mastikanda好像有一种饮 对 你看 我的表妹就好了啦 我的表妹跟我阿姨 几乎是每个星期 一定要吃一次的Mastikanda 有时候甚至是连续两三天都是Mastikanda 我就不能咯 我觉得说 你说它非常的好吃咧 我又 还好 还好吧咯 但是我个人是很难吃啦 但是你要想看吗 它选这个十大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 也是会有人认为它不好吃啦 好像我这样咧 我 我不会觉得说它很难吃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它好吃 这样子 我都不明白有什么好吃 你觉得有什么好吃 我觉得好吃是因为我喜欢咖喱咖喱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那个咖喱香 我个人很喜欢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一个星期吃几次 我都不明白 因为会吃上饮 就是很习惯 据说Mastikanda是会吃上饮的 我们慢慢来 OK 我们跳去第八位啦 Mastikanda已经讲了吗 第八位竟然是 福建面 我不认同咯 福建面这边的福建面是大陆米的意思 没有 这个是大陆米 KL那边的福建面 对对对 我不觉得咯 我才能源这边的很好吃 我觉得 而且加上三百 真的是 冰城福建面 冰城福建面是不一样的东西 冰城人主义嘛 总觉得冰城福建面 没有地方 这边的福建面不是那个冰城的福建面 是大陆米的那种福建面 对 冰城的福建面是叫做 福建价面 对 这里说的是福建面 白陆米 排名第八 也觉得莫名其妙 OK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都OK啦 都是赞成它是好吃的 可是没有理由在第八位3.5 就是说它越来越靠钱了 对啊 就是讲说 它比Nastikanda还难吃耶 哪里可能是要啊 没有一样啊 Nastikanda也是3.5啊 为什么它排在第八呢 不知道 OK啦 所以我也莫名其妙了 然后第七的 我觉得我赞成了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吃月饼 月饼竟然排在第七耶 哈啰 对对对 OK你讲五人的 可能啊 五人的可能很少 没有 因为它故意放五人嘛 这个图片 你可以去这个包厂那边 它有放它的图片的 然后它有放五人 五人的真的是 因为我的话 我是任何月饼我都不喜欢 有啊 所以中修节我都不吃月饼 你看那个什么蛋蛋啊 有没有什么翡翠啊 那种还好吃啊 传统月饼我不喜欢吃 但是如果是那种 好像有点像Jelly之类的 Jelly的那种不正宗的 我就吃了 正宗的我不喜欢 好像那个海外天啊 什么这样子的 它有什么万纸千红啊 什么好吃的 我不喜欢吃 我就觉得难吃月饼 我就是接受不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难吃 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那个口感进去 嗯 嗯 不知道我不懂得这样子 连绒 有不喜欢 小的你 可能我不喜欢豆沙豆沙这种味道 跟口感的东西 你有没有吃豆沙包 我没有吃我也不喜欢吃豆沙包 小的 OK 比较奇怪 比较奇怪 OK 第六竟然 Tay Tarek 还一位 蛤 辣茶也被评为全东南亚最难喝的饮料第二 要你第二 怎么可能 Tay Tarek这样好喝 是不是有点傻眼 没有没有没有 它会不会搞错 那个是台湾奶茶 没有台湾奶茶很好喝 对 但是它没搞错了 奶茶跟Tay Tarek是两回事 不会吧 你的专业都不是 我觉得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觉得难喝呢 是因为啊 太甜 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带点苦 没有没有 我觉得说太甜 因为呢 我们这边的妈妈当的那些 那些Tay Tarek都是很甜的 对于外国人来讲 所以到底这个外国人是谁给我站出来 他到底去喝了哪一间Tay Tarek 所以他觉得不好喝 对哦 蛤 哪这个你吃的 排名第五最难吃的 竟然是 Maggie Goreng 怎么可能 这个是我们的宵夜来的 等一下 可是咧 如果你讲 Maggie Goreng 也不是每一档炒的好吃的 对不对 有一些Mak Mata 真的是炒出来是没有味道的 可能他吃到的是那种 所以可能他吃到的是那种 我也觉得他们平的是 没有吃的好吃的 好吃的很少啦 好吃的真的很少咯 第四也有点莫名其妙啦 竟然排名在第四 版面 这个我赞成 版面很好吃哦 对 从小到大吃到很大 可是我觉得版面很 可能你不是客家人 很淡 不是说很淡 是 有时候会没味道的 你觉得好吃啊 我就是喜欢那种鲜鲜蛋 就是只有那个 姜鱼仔的味道 我很少要吃版面的 许贼叶的味道 是许贼叶吗 不知道啊 对啊 满许一盆 还是什么叶啊 可是你不觉得 假如说他的那个汤汁 是很淡到无味的基本上 不会无味啊 我觉得蛮好喝的 对啊 它是有一种 清香 清香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 有放一些东西去饶它的汤啊 它会有一点点鲜味 但是它不至于说好像 所以你觉得不好吃是因为它清淡 太清淡 那你看下一个了 味道这样重 它竟然排名第三 那些? 会怎样比类难吃 是肉 那些有两个 它的那个炒椰 炒椰丝配根饭是好吃的 但是它排名第三 我知道为什么了 可能是那个鸡肉 很多档口的鸡肉 就是说因为我在家 然后过的时候我们有去就是盯那个 就是food panda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也是有去找过Lasi Krabu Lasi Krabu 它来的时候 东西是香的 但是你吃那个鸡肉的时候 炸得太干了 我觉得很多的档口都是炸得很干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你知道外国人的 他们要吃的那种什么juicy啊 那种鸡肉啊 感觉上外国人好像只会吃面包 OK 他们在吃的那个肉的料理 可能就是会要求比较有水分啊 比较嫩啊 你叫它吃这种干干的 当然它觉得难吃啦 哦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Dembeg Dembeg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Dembeg 我也是不吃的 因为有觉得酸酸臭臭的味道 我也不喜欢Dembeg 所以难吃咯 哈哈哈 哈哈哈 OK来我们看第二啊 第二和第一 登登 第二我很赞成 我绝对赞成 为什么 老生 它竟然是老生的 第二 老生是食物来的吗 是啦也算是啦 但是我觉得老生是一个 有看过有一个饰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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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画大画楼的整盘嘛 对对对对 老生是拿头去丢人家 是浪费食物的 如果你不吃的话 对啊对啊 吃很浪费食物的 对啊很浪费啊 但是好吃嘛 但是有人赞成说哦 有人觉得说老生是很好吃的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老生好像是一个 一个好像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对啊莫名其妙 而且我又不吃生鱼片了 哈哈哈 它可能就是我们的中式的salad咯 只能不能这样咯 这样如果你吃salad的话 诶哈啰 那些外国人你不是平时有吃salad的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个呢 你不是当作它是salad咯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比较脆脆的东西啊 莫名其妙的一些 一样的嘛 你吃salad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会放 那些西米拉 可能它刚刚刚好吃到是露锋的 小的 可是也不是它一个人平吧 应该我也不懂啦 总之呢这个我赞成啦 老生不好吃 第一的 排名第一的 竟然是 Gui Serimuka 这是Gui Da Lam啦 双色糯米糕 对对对 就是上面是也 上面是青色的 翻单的味道 下面是糯米 糯米 会很难吃咩 我觉得 但是 这个的话其实 一跟二我 我觉得 对我来说呢 真的好 难吃 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吃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种臭臭 整体是 屁啦 吃起来有点臭臭 翻单的味道太重 会不会或许是因为这样子 翻单 它就是翻单的高嘛 你不要翻单的味道太重 所以喜欢翻单的人就觉得很好吃的 外国人不喜欢吧 它是很自然的哦 OK 它是拿翻单液来煮的哦 这样煎 抽轻微会不会 因为 可能是啦 抽轻微 对对对 可能外国人不能够接受 好像我这样我也不能够接受 太抽轻微的高点 会有几抽轻微 我会给马来西亚人打吗 这样子 对啊对啊 会有几抽轻微 虽然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它就排名第一了 对你来说呢 马来西亚的食物当中呢 有什么食物你是觉得 你是 No的 不喜欢 接受不了 不吃的 30 以前我不吃榴莲的 我也是不吃榴莲的 以前我不吃榴莲的 然后过后的时候呢 以前的时候我是不吃榴莲的 但是过后的时候呢 我就有吃一点点了 然后现在 就是说我不会抗拒榴莲 不会太抗拒榴莲 那时候会不会喜欢上 也没有说喜欢上 也没有说喜欢上 我只我只接受 因为我吃过这个沙巴的三榴莲 就是红色或者是橙色的那种 那种我就可以接受 你屁啦 反而呢和我一起去沙巴吃榴莲的朋友呢 就不能够接受 哦 ok 因为呢第一 可能刚好我们吃到的那个味道是这样子啦 嗯 它是完全没有榴莲的味道的 嗯 但是呢 它是很重发酵的味道的 嗯 好像花 花或者是水果发酵的那个味道 我呢 就还蛮喜欢的我 而且呢吃下去会 感觉上会麻布的 一醉醉的那种 哦哦 还蛮特别的 这是唯一我吃的榴莲 那你讲我不吃的东西啊 呃 绝对不吃的哦 好像 没有啦 比如说你讲 单独食材呢 我就会有咯 但是如果你说 我绝对不吃的很少咯 好像刚才我讲的 Temper啊 那些 那些单独的食材的话 我是没有去吃它 那些汗啊 血啊 内脏啊 如果它在一碗的食物里面是可以接受 就是说什么料理啦 料理的话呢 好 我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不能够接受咯 只是说它的食材 就是说你不要有内脏啊 不要有那些 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啦 因为它讲说这个第一跟第二呢 最难吃的是这个双色糯米 和这个烙生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人家的留言 写一些什么东西啊 OK这里呢就有人回答说呢 糯米糕很好吃 特别是要搭配 咯咯咯来提升 提升它的层次 对啊对啊 你看全部看几乎都是说好吃的 但是有人赞成说 老生的味道确实不太好啦 然后呢有人认为呢 这个龟呢是不难吃 但是呢就是太甜的 嗯 特别因为它太甜了 所以 让你觉得难吃 也可能啦 但是你讲有几天嘛 不是这样不了 老生是哪来老的 一试一试吃虾罢了 哈哈哈 对啊讲真的啦 对啊对啊 而且呢 还蛮惊讶的还蛮多人 不喜欢吃老生的 对对对我也是不喜欢 他讲 老生是真的不记所买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糯米糕非常好吃啊 我看这里没有人讲说 糯米糕不好吃啊 都是说糯米糕好吃的 然后呢 这个这个人呢 他就说 他就问 为什么榴莲 他臭豆没有在 对咯 有啊 臭豆 臭豆也不吃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OK 所以呢 还有什么 食物 不在排行榜里面 你觉得不好吃的吗 我想一想 真的是想不出什么食物是 我会觉得不好吃的 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的食物啊 都好吃 就是一般上的那些什么 阿羊 那些 或许是因为 这些都好吃啊 或许是因为 他刚好吃到 他不喜欢的那个味道 他没有吃到 所谓的真正好吃的 那一道食物 可能咯 然后他就讲 然后他就 他就定义为不好吃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 这个排行榜呢 就让你看看 笑笑就好啦 毕竟呢 老外的口味跟我们的口味呢 是 不一样的 就好像米其林 也是有人讲米其林的食物不好吃啊 所以是 蛮正常的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啦 自己的那个 口味咯 对啊 就好像我们今年里面 马来西亚 冰城 KL 有 终于有了 这个米其林的 推荐和米其林餐厅了嘛 嗯 但是呢 特别是 针对 冰城的这个 list来讲呢 蛮多冰城人都 好像给 不是太 对对对 太好的 对对对 看法在于这个 list 对啊 很多都很不赞成 里面的食物 为什么他会上米其林 为什么米其林要推荐他 那明明就是不是当地人会吃的食物 为什么他会上法 所以都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疑问 所以重点就是呢 每个人的口味跟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啦 只能说喜好都不一样 对 就好像我们 之前也有曾经做过这个 成为这个 协城 的这个 叫什么 美食的那个 美食的那个 签约的 平时这样子的东西啦 我们也是 有自己 喜欢的 食物 跟自己不喜欢的食物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啦 所以呢没有必要把它放大 来看 对 所以参考 然后呢 就 笑笑就好了 对 所以呢 今天这一支的 Podcast呢 就和大家浅谈 笑笑一下这个 list 所以呢 就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啦 OK 没有东西好 继续了 对对对好 就这样子啦 OK 所以女朋友订阅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去订阅 然后呢 给个like 然后呢 还要分享出去 当然 依然是要呼吁大家 给这个supertanks 对 很重要 Supertanks OK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下一期见 OK 拜拜